或是降临极寒来袭 在我开着车返回山顶的大本营途中 身后却被几辆车远远地跟着 好吧 这群人正是刚刚在官方安全基地被我们教训过的那群人 只因为他们出言不逊欺辱我们团队的女生 被我们赶跑后 他们便跑出了安全基地 留下一个人盯着我们的车 其他人则回到了他们的车上 取出装备 准备将我们解决掉 所以当手下看到我们的车出发后 便立刻通知了他们 于是一群人就开着车远远地跟在我们身后 准备找个偏僻处在动手 真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啊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你们来个痛快的 在车辆拐过一个大弯后 我将车停了下来 从空间取出坦克 就在对方的车辆拐过来的时候 我立马方方几下 世上又少了一群恶人 可惜了这几辆车呀 不然我就可以将他们收进我的空间 第二天一早 我开着车来到了官方安全基地门口 多吉早已经等在这里了 今天他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寻找陨石碎片 希望今天可以找到多一些 好让我的空间精灵恢复原来的样子 两个小时后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的地面几乎全是山石 大大小小的都有 我立刻沟通了空间精灵 让他感应周围的陨石陵园 很快脑海里就传来了空间精灵的声音 主人 我感应到了陵园 在你的前方50米左右 我按照空间精灵提示的位置走了过去 见识一个小土坑 我从空间取出铲子 一顿操作后 挖出了一个手指大小的红色陨石 我继续向前走路 让空间精灵继续感应 一个多小时后 我又找到了三颗小的陨石 这个区域都已经搜寻过了 应该是没有了 这时 多吉提出可以去马怒湖那边看看 因为他爸爸说之前 在那里见过到这种红色的石头 于是 我们又向马怒湖方向出发 20分钟后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湖不算很大 湖泊里的水已经冻结成冰 刚下车 空间精灵就在我的脑海里激动地叫了起来 主人主人 我已经感应到了陵园 并且能量还不小 我来到了空间精灵说的位置 使劲地挖了起来 果然 这个陨石比刚当的大多了 两个多小时后 我又找到了三个陵园 不过都是小的 随后 我带着陵园进入到了空间 将这些陵园都喂给了空间精灵 好吧 空间精灵竟然一点都没变化 这到底需要多少的陵园 才能将你恢复原来的模样 回到了本体 我将多吉送回到了官方基地门口 随后开着车回到了大本 时间转眼来到了六月中旬 接下来 我准备去寻找一个叫卫兵雨的女人 根据上一世的记忆 末世后期许多动植物都会变异 而她研究出来的武器 为人类战胜变异动植物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步 所以我必须要将它耐入我的麾下 让我的团队变得更加强大 上一世 我只听说它曾出现在 阿里郎山脉的一片树林里 于是 我们一群人向着阿里郎山脉出发